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辆马车是关车 地方官员出行专用的 车夫也是关差 坐这种马车虽然有派头 但实际上非常不舒服 车轮由木头制作而成 没有减震系统 坐在车里感觉异常颠簸 走个十里 二十里能让人骨头散架 街头乞丐 这名乞丐以说唱形式讲述各类故事 八卦传闻和热点事件 吸引路人关注 进而乞讨一些铜板或食物 勉强活命 从其穿着和形貌不难看出 此人无家可归 处境艰难 生活凄凉 实属可怜 练习射箭的八旗士兵 由于九远的骑射传统 射箭技能被视为八旗士兵的基本功 到晚清时期依然如此 只是此时面对枪炮等热兵器的冲击 清军应寻守旧 没有加强使用现代兵器的训练 使得士兵素质低下 战斗力虚弱 在多次欲辱战争中一败涂地 官吏展示顶带花铃 这位官吏侧对镜头 恰好露出他头上的顶带花铃 顶带就是官员带的帽顶 按规定每个官员都有 根据品及其材质和色彩不同 花铃就不一样了 是皇帝赏赐给个别有工人员的 并不是每个官吏都有 能在官帽上插上花铃 那是莫大的荣耀 富贵人家的妻妾之一 这位女子是北京富贵人士的妻妾之一 她坐在自家花园里拍摄了这张照片 富贵人家的妻妾之二 这位女子也是闫先生的一位妻妾 与上一张照片在同一地点拍摄 闫先生的两位妻妾都非常年轻 漂亮 她很可能还有更多的妻妾没有出镜 同时我们也能了解 闫先生允许她的妻妾面对镜头 面对异国摄影师 在这方面算是一个比较开明的人 演奏乐曲的乐师 乐师们使用的都是传统乐器 包括琵琶 笛子 二胡 三弦 声等等 古代乐师的社会地位很低 虽然高雅人士都欣赏音乐 但是古字里从来没有把乐师提到与画家 诗人并肩的地位 直到近代 360行的等级区分逐渐被打破 再加上一些演艺机构的宣传 乐师才变得风光起来 四名教父抬教 我们隐约能看到教子内坐着一个男人 四名教父军带梁帽 他们抬的应该是官教 清朝官教很特殊 官府并不承担购置教子 雇佣教父的经费 其中的花销由官吏个人承担 当然 你能想象 这笔钱最终还是出在老百姓身上 清朝历史老照片 妇女手持大号芭蕉扇霸气外露 五官穿甲周形象孱弱 我们一起来看一组晚清老照片 相比于文字 老照片记录的历史更加直观具体 也提供了更多的细节 那些人 那些事 那些物都真是可感 1910年 协和书院的老师 协和书院位于通州南门外 是大学 中占两部 1912年更名为华北协和大学 1918年 华北协和大学大学部签到北京 与惠文大学等合并成立燕京大学 中斋部留通州原址 改名陆河中学 延续发展至今 黄浦江上的挖沙船 这张照片站在黄浦江东岸向外滩拍摄 被拍摄的主体挖沙船在晚清影像中非常罕见 江对岸隐约可见的建筑群是法租建 北京城墙附近的茶摊 出门在外 走得口干舌燥的时候 碰上一个卖大碗茶的 嘴然心生欢喜 搬起碗来猛怪一气 当然 这种茶水味道粗烈 茶具粗陋 讲究人喝不得 好在便宜 能为过往行人解渴 抓捕义和团 庚子事变期间八国联军中的日军 西克兵以及天津都统衙门的华人寻补 联合行动抓捕了四名义和团成员 联军占领金金之后大肆搜捕 征脚义和团其实就是烧杀抢掠 不管是不是真团名 就是把青壮男子抓起来为他们做苦力 女子合影 三位女子手持团扇 衣着光鲜 发誓讲究 显然来自富贵之家 他们都缠了三寸金脸 身体遭受无尽的摧残 在家里过着大门 不出二门不迈的生活 妇如 这位妇女穿着宽大的衣服 手持特大号的芭蕉扇 看上去颇有几分霸气 她穿鞋还踩后跟 不得不说挺时髦的 很幸运 她没有裹小脚 身体健康结实 跟裹小脚之人的状态就是不一样 孩子在母亲背上睡着了 做着甜甜的美梦 曲艺演员 他们使用的乐器包括鼓 加板 三弦 二胡等 在表演某种传统曲艺 是有说有唱的大鼓书吗 其服装也很有时代特点 处于像旗袍演变的过渡阶段 画面右侧摆放着一台留声机 她在晚清属于奢侈品 非大富大贵之家根本买不起 穿甲舟的五官 虽然她穿着甲舟 仍然给人一种孱弱的形象 甲舟在冷兵器时代 充当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类似于现代战争中的防弹服 可以较大程度的保护将士身体 免遭敌方进攻性兵器的重创 晚清时期 战场上双方军以枪炮对决 甲舟的保护作用大大降低 其使用性丧失 将士们只在阅兵时作为礼服 偶尔穿戴一下 通州的清军 这些士兵不属于八旗 也不属于鹿营 而是勇营 以弥补八旗和鹿营战斗力的不足 他们正在练习使用步枪 接受近代化的军事训练 以趴包头 这是学的曾国藩香军的装束 可以防止大便子散开 影响行军战斗 街头的店铺 画面左侧是一家机营铺 右侧是老瑞生鞋店 这些店铺的门脸古朴考究 书写招牌的字体 可以作为书法艺术来欣赏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